花蓮市公所办理的109年度 花蓮市浩克文化会馆活化计划 内容包括有 花蓮市文化会馆常态展览 和客庄主题带入活动两个部分 为此,市公所也开办了 三堂导览人员的培训课程 透过了专业讲师带领学员 认识客家历史文化的移民过程 以及花蓮县内各乡镇市景点和美食的介绍 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导览的解说技巧 客行所内坐着马满学员 仔细聆听文史工作者黄家荣老师 对着简报诉说着 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大小事 期盼学员们都能成为会说故事的人 带领民众踏上客家历史轨迹 感受客庄历史的人文风情 跟着这个时代的演变 有蛮多就是从乡村的客家居民 然后就是乔先到我们的花蓮市来 那在我们花蓮市里面呢 其实有蛮多的像伯公庙啦 还有客家美食 那其实也都蛮值得 就是说大家一起来 就是市区的这个客家走路 这次花蓮市公所办理的 109年度花蓮市浩克文化会馆活化计划 内容包括花蓮市文化会馆常态展览 与客庄主题带入活动两个部分 因此市公所特别开办三堂导览人员的 培训课程 那你希望说透过这样的部分 让所有的乡亲来上课的乡亲 都能够理解到了解到 在花蓮里面的一些小故事 那让这些人变成很重要 帮花蓮说故事的朋友 那借由这样子人才导览的培训的课程 那我们希望也能够衔接到 后面我们铁马游客庄的一个游程 那未来花蓮市公所也会有一些创新 跟花蓮市客家氛围相关的 也跟花蓮市有调性相关的 观光客家文化 做一个一连串的结合 客庄主题带入班日游活动 从即日起开放报名 总共分为三条路线 分别在8月19号 9月19号 10月17号陆续登场 黄家隆老师将会带领民众骑上铁马 放松心情 从花蓮火车站出发 一路探索这座城市的客家文化 过程中还会有许多丰富有趣的体验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花蓮市公所网站报名 记者徐立芹 花蓮市报导